准备新鲜的豌豆苗 掐掉老梗和枯叶 差不多100克的豌豆苗 我们用盐水浸泡5分钟 之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豌豆苗用刀稍微切一下 不需要切得太碎 不然吃起来就没有口感了 豌豆苗非常容易熟 所以不用焯水 倒入150克糯米粉 不喜欢太粘的可以加一些大米粉或面粉50克 3克盐 打入一个鸡蛋 增加酥脆的口感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60克常温水 再用手反复搓揉 豌豆苗有去湿健脾 降血压血脂的功效 建议大家可以多吃豌豆苗 揉成这样的一个面团就可以了 取一小团面团 搓揉成团 用手按压成饼状 差不多一厘米的厚度 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热油下锅 用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中途需要反复翻面 这个饼就一个盐调味 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就可以了 煎至两面金黄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豌豆苗糯米饼就做好了 味脆里糯 咸香略带豌豆苗的甜香 特别的好吃 关键啊 做法特别简单 没有难度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尝试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祝您生活愉快 下期再见